你们是畜生啊 大哥 你怎么来也不说这 你男人是谁啊 好 你个贱女人 你真的不知道她是鲁瓦的女人 我知道 真的你还干 这么一时没忍住吗 那现在怎么办 你拉完手给你擦呗 过那儿 我去跟她说 别再给我惹事了 眼看大哥愿意帮忙 樊快总算松了口气 你这份安静 樊快记在心里 他日一定要报答 刘邦叫去樊快的时候 媳妇吕智也没闲着 为了维护兄弟情分 他让卢婉别生樊快的气 要怪就怪自己妹妹 是嫂子没叫好 嫂子不对 外面好姑娘那么多 你何必找她呢 她根本就配不上你 没想到话音刚落 妹妹就跑来告状了 你家男人打我 打你 他怎么不打死你呢 你还有脸回来 眼看吕智毫不留情地 把妹妹打出家门 卢婉也想通了 缘分没有不能强求 这婚事黄了就黄了吧 但她一见樊快 还是气不打一处来 你听我说 我真的是没忍住 你拿这棒子 打我一顿 出出气 没想到卢婉还真接过去了 他早就想跟樊快 好好算算账 我弄两个钱 你出来说嘴 我要娶女人 你又先插了一腿 你曾经跟我过不去 我今天要把你打死 然后把你散了 卢婉越打越气 下手也越来越重 倒了把樊快打几眼了 差不多就行了 你还真打呀 你还还手啊 你不是让我出气的吗 那我也没让你把我打死啊 今天 有你没我 卢婉一个飞扑 开启了一对一决斗 可一个武力值太低 一个又不好意思用力 导致战况难解难分 卢婉气得血压飙升 抄起木棍 罩着樊快的脑袋就抡了上去 没想到樊快竟当场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了 起来 真死了 真不信的啊 卢婉也有点害怕 赶紧抱着樊快哭哭一顿摇 眼看卢婉都要急哭了 樊快才终于睁开眼睛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让我死 没想到卢婉刚下了他的台阶 樊快就又把脑子丢了 其实我跟这小娘们睡这事 真是我没忍住 不了这事刚翻篇 村里就贪上个大麻烦 这哪是服药医呀 这是人让人死啊 为了给秦始皇修灵 朝廷又要争劳力了 张口就是一百人 怎么可能我哪弄人去 本来村里人就不多 又赶上农忙季节 庄家烂的地址谁管呢 吃什么还让门人活呀 但朝廷可不管这些 十天之内凑不齐就人头落地 我看这朝廷快完蛋了 刘邦虽然嘴上抱怨 但活也还得办呢 只能叫上兄弟们 连哄带骗的千二八伙 凑上一百个 可他万万没想到 刘邦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整个四水亭南的家一块 也不够三百人呢 什么破亭长我不干了 什么破亭长你又越干 你找别人干吧 不干就得死 我得死你得死 你手下的那些弟兄们都得死 不如儿童都得被发配去做奴隶 受人凌辱一辈翻不了身 这就是大群的律法 萧和也知道这任务太艰巨 就承诺帮他解决五十个 但剩下的那二百五十个 也够强能凑上啊 刘邦实在没招了 只好跟兄弟们摊牌 如果不够数 你们都得去 我管不了了 可年年争苦力 只看见人一波波地走 却从来没见过 有一个活着回来的 我也不愿意去 没办法呀 周伯 家里有老娘 去不了对吗 你们家有财产 不舍得动对吗 我呢 我是怕死 不管兄弟们去不去 刘邦自己都肯定得去 谁让他是庭长呢 眼看大哥连自己都舍出去了 兄弟们也不好再说什么 管他上刀山下油锅 再一起去就得 刘邦给兄弟们打好预防针 立刻开始统计人数 但凡不缺胳膊少腿的 只要符合年龄 一个也跑不了 在兄弟们的暴力催争下 总算凑上了250多人 眼看期限就剩三天了 萧和那边也来了信 刘邦总算把这份死罪给躲过去了 但要想把这些人顺利送到黎山 却又是一道大难关 刘邦奉命押送劳工去黎山修灵 而路上的凶险简直堪比西天取经 刘邦知道自己凶多吉少 于是提前给家里修好了屋顶 盖好了卷蓬 连生火的木柴都囤出了两年的量 然后对着老父亲深深一拜 只希望自己还能活着回来 连刘邦都尚且如此 劳工们就更惨了 家家户户都是生离死别 为了防止有人逃跑 劳工们的手全都被绑在竹杆上 只有上厕所的时候 才能暂时把手解开 而刘邦的任务 不仅是把人看住 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 把他们送到指定地点 但刘邦也没出过远门啊 这年头又没导航 刘邦急得血压飙升 只恨临走之前没买辆顶配越野车 刘邦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而更让他绝望的还在后面呢 可整整三百个人 就这么几个官差 哪顾得过来啊 眼看人越来越少 期限也马上就到 刘邦明白自己无论如何 也完不成任务了 不料刘邦一个眼神过去 就有小弟冲上来 把不听话的官差全都杀了 剩下的人爱走走爱溜溜 也可以一块上山全凭自愿 得知刘邦在盲荡山自主创业 妻子吕志也很支持他 哪怕被连累坐大牢 也心甘情愿 只是刘老太公被吓够枪 还以为狱卓送来的是断头饭 不料话音刚落 就又来了两拨送饭的 都是刘邦结交过的兄弟 大家好一顿解释 才让老太公消除疑虑 这下大牢瞬间变民宿 那日子过的 可比在家资人多了 而就在刘邦的全部安排 都派上用场的时候 另一个神秘人物 也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猪良宗